Hello 欢迎回来 今天的视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21年护肤品爱用 先祝大家元旦快乐 那视频开始之前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肤质 我的肤质呢是随着季节的变化 有的时候是混干 有的时候是混油 大部分时间都是混干并且是偏敏感肌的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脂液皮炎的复发 所以今天这视频呢 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给混干混油 还有敏感肌宝宝 放心安利的一支视频 那如果你是正常皮肤的宝宝 也是可以看一下 稍微借鉴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作为敏感肌 我的护肤理念首先就是成分一定要天然安全 不会刺激我的皮肤 以基础保湿为主 所以说药妆用的比较多 大盘呢其实我断断续续的经验也试过很多 但是我发现很多大盘呢都是以功效型为主的 我觉得像我这种皮肤还是老老实实的 就是先保湿滋润 然后再去考虑看老什么的 那如果是美白产品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我觉得会刺激到我的皮肤 废话有点多了 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我按护肤的步骤来说 其实每个步骤我大概选了一到两样吧 平均是两样 不算多 但真的是我这一年来使用平均非常高的护肤品 我今天真的尝试了很多 那先从卸妆的部分哈 我是不太会用卸妆水 卸妆水呢在卸妆的时候 需要不断地去摩擦皮肤 才能卸得特别干净嘛 所以我觉得对皮肤造成的撕拉和角质层 我觉得都有伤害 所以说我不太用 卸妆产品我用卸妆膏和卸妆油比较多 第一个是有点打脸的产品 是这个Pharmacy的 这款真的非常的红 今年他们再也有出新的口味 这个其实我在我之前的后妆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说过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成分 我不确定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威胁 所以说我就想说 以后不再用这款卸妆膏了 可是我用了很多卸妆油啊 卸妆膏类的产品 怎么用都觉得使用感受没有太好 然后我就啪啪啪打脸又买了一瓶 那这瓶用完呢 我还是稍微有一点那种 罪恶感吧 所以说我又买那个Physicians Formula的一个替代吧 说是那个里面的成分比较安全 但这个真的是我今年非常爱用的 其实它用量也比较少 我还剩下三分之一 里面是绿色这样的膏体 那我用这个用的之所以没有那么快呢 因为我平时大部分时间呢 还是比较喜欢用卸妆油的 但卸妆油 在我男朋友家忘记带过来了 是Chanel的这个卸妆油 给你把图片放这儿 虽然是Chanel的 但是像他们家的眼唇卸妆液一样 我觉得价格不算是非常的贵 就你平时用的时候也不会心疼 主要是我觉得它蛮好乳化的 清洁的非常干净 用完以后我的脸呢 不会有过多的负担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它非常的好买 但很多日韩的卸妆油 你要通过专门的渠道去买 每次用完的时候 你还要散热囤货什么的 可是因为Chanel这边 专会比较多 你每次想要去买的时候 就会很快的就能买到 所以说Chanel它卸妆油 不算是整个卸妆油品类里 最好用的 但是综合我以上说的 真的是我今年使用 平时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卸妆油 我今天还尝试过 蛮多卸妆油的 就比如说Muji的 还有Round Lab 还有一个日本的卸妆油 是什么的 反正都不好用 因为乳化非常的慢 我觉得卸的也不是很干净 整个脸卸完还油乎乎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Pharmacy这个和这个 都蛮好用的 接下来洁面呢 也是两款产品 先说这个吧 Ocea的 植物氨基酸洁面折利 酸涮折利质 也认为它其实是会起泡沫的 洗得非常干净 洗完非常的舒服 脸不会紧奔 不管你是油敏肌 干敏肌 都是可以用这瓶的 无防腐剂 无香精 总体来说非常安全 另外一款呢 是药妆类的CeraV 我又没带来黑色粉的朋友家 还有再也放过涂在这 我是在药店买了很大一瓶 那个呢 也是会稍微起一点点泡沫 但泡沫不是非常绵密 虽然它说它是 foaming cleanser 但它其实并不是很多泡沫 可是像早上起来 我要么就是用清水洗一下脸 要么就是前一天 如果护肤品涂太多 或者是有点出油的话 我就直接会用这瓶洗 它会给皮肤造成任何的负担 成分也是非常安全 很多皮肤科的医生 都推荐用这款 用它洗身体也是可以的 洗脸也是完全没问题 就是ABIB的鱼心草水 这个我在我之前的购物分享里面 已经给大家看过 我又回购了两瓶 这个水的质地是非常清爽轻薄的 就流动性也非常的强 是淡绿色的这种 用的蛮快的 大概一个月能用一瓶一瓶半吧 而且我还不是每天订阅它用的这种 它那里面主要成分就是鱼心草 是维稳啊 消炎啊 保湿这种 那其实护肤水我觉得跟精华面霜比 其实是护肤功效最小的 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前导性 就是帮助护面 护肤品吸收的一个步骤也蛮重要的 而且平时用它湿敷的时候也不心疼 我觉得脸要是过敏啊 或者是晒得很红的时候 用它来湿敷 退红的效果还算挺不错的 反正我每次都是两瓶两瓶的 在欧利便上面买 刚刚的水是比较清爽嘛 下一个就是这个兰贝尔的精确水 这个都不用多说了吧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这瓶不过保湿嘛 所以说就会拿这个出来用 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 就是它质地厚重一点 然后保湿感比较强 现在插个提包的话 我买这瓶水的时候我还有试他们家这个 稍微小一个尺寸的乳液 这个乳液呢是今年的新品 我个人觉得这个质地对我来说是有点尴尬的 就是如果我用它代替水 后续再加面霜的话会过于的油 过于的厚重 可是我觉得吧 当面霜来用的话 它会稍微有点薄 我觉得又不够保湿滋润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要用在哪个步骤 我记得那天脸过敏泛红的时候 我也用它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修复的作用 相比他们家的面霜 我觉得还是面霜的修复能力强一点 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 稍微有点尴尬吧对我来说 好 精华的部分推荐两个都不是很贵 先说这个吧 serum coin 这个品牌其实我看瑜伽小姐姐的视频推荐了 它当时有囤很多不同的颜色的 他们家就是有什么橘色啦紫色啦蓝色啦绿色啦 那一排版那超级的疗愈 当时我这里有看到它介绍这个绿品的 主要功效的也很简单 就是舒缓保湿 这边你们可以看见我基本上已经用完了 其实这瓶超级的不耐用 我用了一瓶不到就用完了 所以说这个是得好几瓶好几瓶的囤货 然后它也是我为数不多的使用精华里面 能够感受到那种维稳啊 褪红效果的精华 下一瓶国货百直萃 蓝山素B5多效保湿精华 其实百直萃呢 我还有试过他们家的这个 舒缓修红亮颜精华 对我来说呢 更像是一个最基础的保湿精华 吸收的也非常快 但也是因为价格便宜 所以说我这个又回购了两瓶 但我觉得使用感受更强烈一点的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B5精华 因为这个B5精华保湿能力更强一点 那我觉得质地呢比小绿瓶更厚重一点 需要多按摩一下 给脸局部的做个按摩 一分钟吧它就能吸收了 而且跟大家推荐这个是 它真的很好买 它淘宝的期间变了 反正这两瓶呢我都蛮喜欢的 哦对眼霜跟大家推荐一个 是这个Sensory Plus 它其实是眼部慕斯 经常就比较懒 就会直接跳过眼霜 然后用面霜的稍微按摩一下这边 今年除了这个眼霜 其实还有一个精华蜜 我也蛮喜欢用的是那个 胶蓝的 我之前在某个爱用品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但因为那个质地比较轻薄 而且也是眼部精华类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瓶呢是功效兼使用感都蛮好的 这样摇它感觉是水状的对吧 然后你这样把它挤出来呢 它其实是泡沫的慕斯 涂在眼睛中围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它里面呢是有6%的咖啡因 可以帮忙去消肿 然后里面有咽纤的成分 还有一个棗类提取物的成分 就是帮忙体谅眼周啊保湿啊这样子 而对我来说吧 像眼霜中很容易忘掉的东西 这种比较好玩 新奇使用感受好的制定呢 会让我想起来多用一用眼霜 不然的话我平时是根本想不起来 那接下来面霜的部分 一个评价一个贵价一点的 先说评价的吧 这个优色灵 优色灵在我的vlog里面 你们应该有看到我的臀呢有5-6瓶了 那我买的是这个ultra sensitive的 for dry skin的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它也有针对油皮的 那我皮肤比较偏干 我就买的稍微滋润一点的 这个我是用了第二瓶了 第一瓶已经空瓶了 是我平时如果脸部过敏非常严重 泛红的时候 其实很多产品都会刺激 但是这个呢它不会刺激到我的皮肤 而且它里面的成分呢 也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你烂脸了 真的脸上什么都涂不了 但又很干 想涂一点什么东西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下优色灵的这个 下一个是亚诗兰黛的质颜面霜 这个质颜面霜呢 我买的是滋润版本的 它是有两个版本 是有soft cream版本 和这个正常的滋润版本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有纸衣皮炎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去买清爽版本 清爽版本里面有一个成分 是会喂养脸上的马色拉菌的 所以说这个滋润版本里面的成分呢 对植液品来说更安全一点 而且它会更滋润一点 而且这瓶面霜 我觉得对大牌面霜来说 价格不算贵的 它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我觉得它味道有点过于香了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 大部分成品都是没有什么香味的 除了chanel的那个卸妆油以外 大牌真的很喜欢在自己的 护肤品线里面 加这种不同的香料 那如果是没那么香的话 我会更喜欢它 那如果你用的这两瓶 还是觉得不够滋润的话 当然可以加这个哈瓦的油 它也是很多油类里面 不会喂养马色拉菌的一款油 所以说敏感肌啦 或者是干皮啦 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接下来面膜类的 一个是这种粉妆需要自己调和的 一个就是这种纸质面膜 不敷美的类人胶原蛋白肤料 这个就是不管你做了医美 或者是你面部有一些什么 左窗啦皮炎啦泛红啦 都是可以敷的 我今天不是跟大家推荐富尔加吗 它是比富尔加 我觉得更保湿跟滋润一点 然后面膜纸我更喜欢更厚一点 这个是我万年囤货的 家里就是一直有 这个不用多说 下一个是这个绿巨人 这个我周围知道它的人很少 这个也是我之前去美容院的时候 做完皮肤那个小姐姐给我敷的 但是就感觉真的很清爽 很清凉的感觉 味道不是很好闻 是那种海藻味 然后里面也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的 所以说味道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OK 反正对我来说是OK 然后因为它里面是螺旋枣 所以说它调配出来呢 会是绿色的 敷在脸上 它有一缺点就是它的比例稍微有点难掌握 如果你调的太稀了呢 你往脸上敷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滴下来 在它干之前 而且它是需要15到20分钟才能彻底干的嘛 等整个你涂完的面膜彻底干了以后 你可以一张这样子连续把它撕下来 别看这个这么大一瓶 我已经快用完了 就剩下这一丢丢了 这个我基本上每周会想起来用两次 虽然说它的用法比那种纸质的面膜 要复杂一点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用它 每次用它我会感觉我的脸冰冰凉凉的 然后我会觉得它稍微带一点排毒啊 提亮的功效 我就很喜欢 而且它每次使用的量不是特别的大 这一瓶我大概用了有七八个月了吧 我觉得一年用一瓶是够的 这一罐我记得是不到100欧币吧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很多院线都在用 好了我都把自己给说热了 你们能听见吗 楼下的邻居音乐真是放的好大 那这些视频的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我在想要不要出一个身体护理系列的 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带我留言告诉我 反正之后会用年度彩妆爱用品啦 或者是一些更细的类模 就比如说今年最喜欢用到的十个口红啦 十个栽红啦 什么底妆啦这种 你最想看哪个季的弹幕留言告诉我 按优先级呢就赶紧来拍新的一年 该总结的都总结到位 我们就可以迎来崭新的内容啦 希望我今年能多拍点Vlog题外话 好了非常感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希望这些视频呢你们看得还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助我点赞或者点我的频道 帮你follow我social media在这边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爱你们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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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